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白话古今,我是小编灵溪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记得一定要订阅我们的频道 并且点开订阅按钮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的话,你就再也不会错过我们今后的各种精彩的视频了 以下视频的内容整理,均为本频道收集整理自互联网 仅供您收看和参考之用,并不代表本频道对其真实性负责 传说中的日本忍者,其出现的年代很早 据望月崇家忍述应义传记载 日本飞鸟时代,日本第一位女皇,推骨天皇的辅政亲王圣德太子身边 有一位名为大半信任的人,乃是圣德太子的觅探 圣德太子,日本飞鸟时代的皇族政治家 推骨朝改革,大化革新的推行者 其最大的功绩是607年,派遣随使来到当时的中国 建邦交,学习中国制度,带动了日本的第一次文明开化 实在,圣德太子有巴尔皇子的美誉 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的消息都了如指掌 这正是那位大半信任的功劳 他充当了圣德太子的耳目 他会以各种身份出现在各个阶层 收集众多对圣德太子有用的情报 在日本飞鸟时代,也就是七世纪 忍者最重要的两个职责,情报收集与武力打击 已然正式确立了下来 从此开始了荣耀与死亡相互伴随的漫漫历史长路 若将大半信任看作最早的忍者 那么他的出生地,日本贾赫一带 就是忍者乃至忍者文化的发源地 贾赫是今天日本关系的资赫县一带 资赫县面积不大 却拥有全日本面积最大的湖泊琵琶湖 在古代属于晋江国 据考证,早期资赫县的住民 大都是来自中国大陆朝鲜半岛的渡来人 或称规划人 所以这里也就是日本最早与意志文化 科技、血缘汇集融合的地方 中国向日本的移民 大约早在中国殷商和春秋战国时代就开始了 到秦亥时,中国向日本移民的势头有增无减 十载、陈胜等起,天下叛秦 燕、齐、赵民、碧帝朝鲜数万口 这些人中有相当一部分经朝鲜半岛继续渡海 来到了日本列岛 到秦朝末年,连秦始皇的扶苏系、扶亥系皇族 都有人先后逃往日本 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在设立四个郡 直接统治朝鲜北部以后 大批汉人前往朝鲜四郡移民经商 这些商民的子孙大部分都居留在那里 公元313年,在朝鲜半岛的月浪 带方两郡沦陷于高距离 居住在此的汉人才不得不离开那里 一部分回到故国 一部分则向南流动 渡海移民到了日本 《日本史籍日本书记》中 记载了许多这个时代中国移民入日本列岛的事 这些渡来人从中国带来了农钢 土木建设 淘气烧制 纺织养残 金属演练 军事谋略乃至佛教文化 甚至在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大和朝廷过程中 他们也起到了重大作用 为了便于学习其文化技术 为了监视其动向 大和朝廷让这些渡来人居住在了接近京都的禁击地区 这就使得当时并不发达的滋鹤县 三重县和戈山县等地方高速发展起来 而这几个县也正是日后最早大规模涌现出忍者的地区 这也间接说明忍者文化的源源或许要追溯到渡来人 这样之后如大办事 福布市等渡来人忍者氏族的出现也就不意外了 根据史籍中圣德太子派遣伊赫福布氏族收集情报的记载 福布或许就是忍者伊赫流的祖先 一般忍者都要蒙面 那是为了不让对方发现身份 他们不能以真面目示人 终其一生都要隐姓埋名 不能留下只字片语 以免日后东窗事发 在执行任务时则要绝对服从命令 没有自由可言 然而他们的工作大体类似 主要是为主军进行密册 破坏 暗杀 收集敌方前线情报 搅乱敌方后援基地等种种谍报活动 至于所谓忍术 其理论基础 主要是由中国传入日本的孙子兵法 配上风铃火山四字真言组成 所谓急如风 徐如林 侵略如火 不动如山 而后再加上一些法术和山中的伏击技巧 战国时代是忍术大兴的时代 在这混乱的时代 各地崛起的大明非常需要忍术为自己征战 刺探情报 忍者的组织管理体系分为上忍 中忍 下忍 上忍又称智囊忍 专事策划整体作战步骤 中忍 一线作战指挥者 当然忍术也必须超然出众 下忍又称体忍是一线战斗员 三者之间有森严的等级关系 精卫分明 忍术流派也因为国土上群雄割据 而自然形成了不同的流派 一般以忍术发达的地区的地名作为流派的名称 五藏 甲斐 岳后 信农 甲赫 祭一 伊赫等 还有青森 中川流 山形与黑流 心瀉 上山流 家志流 长野 甲阳流 戒川流等 其中以伊赫和甲赫的人数最为强大 大多数忍者转瞬即逝 但有极少数人成为忍者职业的顶尖传奇 或是超越忍者职业本身而名流后世 风虚贺小六 风尘秀吉的得力助手 曾是美农强盗川病重的首领 练就一身飞檐走壁的高强武艺 后来秀吉投奔枝田信长后发迹 在信长手下开始步步高升 风虚贺小六及其手下 也因为帮助秀吉立下书勋军功 而得以被收编成正规军 洗脱了强盗无名 这些人后来就自然地成为风尘秀吉的忍者部队 在各大战役中都有杰出表现 洗脱强盗身份后 风虚贺小六便改名风虚贺政胜 以阿波国主的身份终老 关于战国忍者还必须介绍的一个人物 是竹中苍子 也就是福布伴造 传说中这位忍者最终悟出了忍的真谛 这是多少代忍者所不曾有过的 而福布伴造的家族竟是中国人 其祖先本姓秦 早年从中国来到日本 定居在京都附近 后来迁居到了伊赫 为了和当地的居民合而为一 所以改姓福布 福布伴藏 侍奉的主军是德川家康 为其夺得天下出力颇大 1583年 芝田信长在京都本能寺 被部将明智光秀刺杀时 德川家康也在京都 随信长同游京都 而未代一兵一卒 信长一死 作为信长的铁杆盟友 家康历谢险境 这时是福布伴藏当机立断 带着德川家康 连夜离开京都 穿行于荒芜人烟的山间小路 几天后 终于平安回到三河领地 由于福布伴藏的书勋 福布忍者一族 在德川统治时期备受器重 获得了很大的发展 而福布伴藏 也就成为了福布忍者一族 首领世袭的称号 其实忍者这个称谓 真实确立名字 已经晚到江户时代 德川幕府时代 但也正是从这一时代开始 日本进入了较长时间的和平时期 于是以战斗和刺态为生的忍者 在历史舞台上的活动 也就变得越来越少了 忍者职业随之衰微 许多人数也就失传了 关于忍者活动的最后记载 是在1637年岛园之乱中 忍者曾作为幕府部署的正规军队作战